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定义和描述研究目标 然后用十分钟的时间 就是后面看看剩多少时间 然后我们来读诵一下这个论文题目 可能背就最好 如果对不下来就读诵 然后看到咖啡豆老师也来了 然后不知道今天你方便上卖吗 如果方便上卖 请您先在前面帮我们分享一下 前面你要给我们分享的内容 我们也跟你学习一下 然后后面我们再来读诵这个论文题目可以吗 知道你今天方便吗 好的 那我们就先来读诵一下这个论文题目 读到12点30 然后后面请咖啡豆老师帮我们 补充一下前面的内容 现在的话就请大家可以积极拿卖 这个题目呢是10到13 这个题目还稍微陌生一点 现在呢 后学学生先第一卖来读诵一下 然后接下来请大家 和自己拿卖来读 首先是第10篇的论文题目 第10篇是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第11篇是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第12篇是如何分解和精选研究目标 第13篇是如何通过文献检索细化研究目标 好 我请所长拿卖 感恩所长的支持 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来读诵一下 第10篇是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11篇是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12篇是如何分解和精选研究目标 13篇是如何通过文献检索细化研究目标 好 谢谢 谢谢 所长 普通话标准读得非常清晰流畅 答应您的法布式 那么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一位师傅同修 可以拿卖来读诵呢 现在没有说背诵读就可以 如果没有拿卖呢 学生就还来读一遍 还是期待大家的999 可以重复拿卖 第10篇是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11篇是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12篇是如何分解和精选研究目标 然后13篇是如何通过文献检索细化研究目标 再读一遍 好 所长你要不要再读一遍呢 好 恭喜所长 好的 谢谢 其他人没有 我们就机会就失去了 我们就抓住机会了 第10篇是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我是试着背一下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11篇是用结构化思维构思自己的文章 对吗 对 对的 后面两篇知道 后面两篇都读了 如何分解和精选研究目标 跟研究目标相关的 如何分解和精选研究目标 如何通过文献检索细化研究目标 我这里顺便请教一下 那个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呀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就是他讲的这个 顺便有个三角那个三角形的 这个叫叫叫叫金字塔形的 这个叫做金字塔结构 三角形 密西法则 是 密西法则是哪一篇 密西法则就是12篇13篇都有提到 哦是在后面讲精选目标的时候 他好像主要是讲分类的时候 如果分解和精选研究目标的时候 他就是讲到就比如说你把你的这个目标 分解成几个要素 然后找出就是要素里面的一个解决问题的 一个方案就是把这个大的问题 划成具体的小问题小的要素 或者一个点把这个点解除了 然后就把大的问题解除 哦好像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他精选成几个核心要素 然后对每一个要素的那个细精细的那个定义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就是分解应该就是这一篇 有分解是要对他们精选的这个定义 好像是 是这样问起来还是就是好像有那么有了解过 但是还是比较模糊 所以是还是要把它理解先把题目背下来 然后再要把它理解一下 然后稍微大概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学的时候你看我们学的那么多很细的 但是也记不住 所以开始我们就是粗略的你看把题目学下来 然后把大概的内容记下来就不错了 然后再去再去那个一步一步来 要是一下就吸收吸收不了那么多 特别是我现在很善业艰难 可能你们领逛的可以 我就多瞅一看 是 大安所长 大安所长的读背 那下面还有三面中啊 然后是十到十三篇的题目可以读也可以背 看看大家还有谁拿卖的 好 方老师 那方老师特别积极 好 请您来读诵 好 珍贵的所长 中午吉祥 珍贵的郑师傅 和各位大的师傅同修 中午吉祥 非常的常规 好 我下面来朗读 论文题目读诵 是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十一 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十二 如何分解和精险研究目标 十三 如何通过文献检索 细化研究目标 好 桓老师 您还记得第十一篇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还讲了主要内容吗 这一篇我记得好像是您分享的吧 这一篇应该是就用密碎法则了 这一篇就讲到密碎法则了 是吧 对 学生刚刚就关机的一个金字塔结构 就是记不太清楚了 刚刚说了 再问 然后就也问一下 请教一下 是 我觉得就是那个密碎法则 就是那样 是 是 当然你 当然你记得这么清晰 我们现在把题目背下来 然后后面再把内容拿掌握住 盖 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位师傅同学 要被谢谢桓老师的读诵 好 范师傅您请 最后的所长 就想要穿着这个什么 就像各位师傅大德 我来读诵一下 阅读一下 论文题目读诵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十二 如何分解和精选研究目标 十三 如何通过文献检索 细化研究目标 谢谢郑师傅 谢谢范师傅的精彩读读 是 这一轮至少我们把这个题目 把它给背下来 这就有精确的点了 看到公评上 卡弗豆老师说 是第十一篇讲的吧 是的 第十一篇 是用结构化思维构思文章 现在到十二点半了 然后我们读诵先到这里 然后看看 卡弗豆老师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我你准备好了 现在就把公评交给您 好谢谢你 现在呢就共请卡弗豆老师 帮我们分享一下前面的一些内容 停止更下 曾贵的小邓师傅 主持人好 曾贵的所长 还有各位大德同学们 大家中午好 非常惭愧啊 我 我就讲一下 这几篇的 我个人的理解吧 我分享一下公评 我想问一下大家能看得到吧 看到了 好的 那么我前面的就暂时不讲了 我先从十二篇开始讲 因为这几天正好讲到十二篇 那么十二篇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的用 这个结构化的思维 来精选和分解研究目标 其实我们从这个标题就能知道 他这个研究目标呢 就是说你比较笼统 那么我们自己要做呢 就是把它给化解一下 就是前面讲大处找眼 那么 找处找手 他具体讲呢 就是我们要抓住这个事物的核心矛盾 或者呢 把这个核心矛盾呢 转换为 我们现在当下可行的 能够解决的矛盾啊 那么他教我们 这个分解的话呢 就用这个Missi法则 Missi法则呢 我们 这是第十二篇 刚才讲的第十一篇 就讲到了这个Missi法则 这Missi法则呢 它是 它是 从上往下分类的 它要达到这种 相互独立 完全穷进的这种效果 它把它 它本来就是做分类的 但是它在这里呢 把它借用到了 分解目标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分解目标呢 也要达到这种 完全穷进 相互独立的 那我记得上回 讲到Missi法则的时候 我曾经举过一位法师 他写的那个文章 就是最近 刚刚一起完成的 这个 认三句戒的这一个 那么那是讲的 他在讲到了 这个方法学的 一个分类 他提出怎么样去 守三句戒的一个分类 那么这篇呢 主要是讲了 怎么样对目标分类 那么首先我们要把目标 你要 西化的 这个清楚 而且你能解决 那么我举个例子 我前面根据大家提的 想法和建议呢 我现在呢 我就基本上都找 专业论文来给大家来讲一讲 那么我 但是呢 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些专业背景吧 我这样找点 简单一点的 这篇呢 是农户啊 我们看他的关键词 他其实讲的 就是一个农户 就是农民啊 这些农民呢 他的 现在国家很 其他呢 就是一种垃圾分类 这一点呢 长一手掌 他都不陌生了 在日本 这个都搞了好多年 搞得很好 但是在我们国家呢 我们 老百姓丢垃圾呢 他没有这种责任意识 所以说呢 我们在刚刚推行的时候呢 其实是遇到很大阻力的 不是说你国家要求 你老百姓就能很乖的去执行 那么就是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有很多学者 那其实也就是 有问题 我们才去研究 怎么去解决 然后以论文的方式推广出来 让大家能够知道 哪一些 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 其中这里就是 针对这么一个垃圾分类 他并没有写的是 我们注意他的标题是 他写的是农户 就是他不是城市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首先的垃圾分类的试点呢 就是在上海北京 那么也都是在城市开展的 那么他现在讲的是个农户啊 也就是农户这一块 那他的题目呢 是农户生活垃圾分类 分类处理嘛 但是他选择的就是一个 他的从而标题就知道 他是研究什么呢 他研究的是一个 他意愿就是你愿不愿意 你老百姓你愿不愿意 以及他怎么做 就是行为 他对此来作为一个研究 那么他为什么能得出这么一个 计划的一个主题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一个 他有在这里写了一个过程 写了一个思路 那么首先呢 他其他的就是在讲一些大背景 那么按我们刘老师讲的 我们要写这一个 写你讲到了 我们怎么样去写你 这一个 写你他是在哪里 他前面是在讲写入文文献的时候 用写故事的逻辑来写文献中述的 那么这里呢 他就是首先就是 S就是情境 就是situation 那么这个 他首先他就写一个 这个情境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我们大家都熟悉 就是国家他要推行 推行这个垃圾分类 我们也知道这个垃圾分类 它是势在地形 那么他就讲了一个 我们国家的一个 打在的一个现状 他引用了这些数据资料 那么这些数据资料呢 他还比较权威 比较权威 他引用了这些数据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 他有时候他引用了这种资料呢 他可以直接的把 引用了 不一定要以参考文献的形式 把它表达出来 他可以直接在文章中 你引用了什么什么 然后呢 他得出的哪些数据资料 我这里就 因为这不是今天要讲的主题 以后要讲 我们可以再细讲 但是讲的话 我就顺便提一下 他把一个大背景 就是这个situation 就是这个 这个situation就把它拔出来了 就把它拔出来 那拔出来呢 我们就知道 他大概想说明的就是 我们现在主要是推行垃圾分类呢 在城市啊 但实际上的话 农村垃圾分类呢 也是渐渐的 提到了日程当中了 那么如果农村垃圾分类 搞不好的话呢 那么也会 产生很大的问题 他这一段想说明的就是一个 我这里做个标注 也就是说 按刘教授所讲的 有洞察力的人呢 往往能够一眼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 他提出大背景 这大背景就是 国家也要搞 此时的 你看这么多 产生这么多垃圾废物 你也必须得把它给消化掉 所以他就说明 他至少选择一个垃圾分类 这个大的一个方向 这么一个立体 它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 那么这里呢 他还没有写到必要性 只是非常紧迫了 我们必须得做 我们 需要很重要 他这里写的是 原来我写的想是写的 必要性 实际上 他还没有说达到必要 它只是一个重要性 和紧迫性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背景 大家可以看得到吧 可以看得到吧 看得到 好 那么呢 我们刚才讲了 他要分解 他要分解 到12天了 现在我跳过去 讲的前面 第8第9天 那么现在到 他要分解 那么首先分解问题 他要 对各个核心 要是要的精细化 的一个定义过程 我在这一篇 我给他做了个结构的梳理 他其实他第一步 就是要分解问题 你不知道 你拉提风 那其实有很多方面 可以写的 但是你这么多点 你也不能明明都写 你也不能在一篇文章 里面都提到 所以他在这里 他就接下来 他就开始去 细化了 那么 分类处理了 它会分为四个环节 这个环节 他就是对 矛盾的各个方面 或者是各个核心 就用 一个话的思维 我把这个分成 这个小点 上下分解 为四个不同的要素 那么垃圾分类 四个环节 分别是垃圾投放 那么还有 投放是一方面 一个环节 一个就是收集的过程 也是一个 一个分类的环节 可能大家对这不熟悉 我再解释一下 比如说像日本 他就是 他收集垃圾 他不是 整理 星期的什么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星期都收一样的垃圾 不是在星期的收 那个厨余垃圾 星期二他收 那些什么 纸张啊等等 就位此类的这种垃圾 星期上他收什么 平平逛逛啊 他是这样就叫分类收集 那么你投放是 是一个 收集是一个 那么你还有运输 也算是一个 也是分类的运输啊 不可能要分类运输了 最后呢 处理处置呢 也要有分类啊 所以说呢 他也 一下就把这个 他选了一个 收集 叫运输 叫处理处置 那么也就是 他抓住了事物的 这个更细角的核心矛盾 那么大家 留心的话 就会发现了 他这个 这个 Missi法则 就是矛盾的每要素 都可以向下分解为 一个多层的小金字塔 那么这个是他 这个作者 他做的第二步 那么谢谢呢 我想请问在座的 这些 法师们啊 同学们 那么大家 谢谢呢 你可以 注意到 这个作者 他又选择了什么 来做他的研究呢 我怕我讲的太快了 所以我要问一下大家 我们刚才讲了 大家如果留意的话 这些的话啊 那 这个作者 他又要 找哪个方面来 做他的这个研究呢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环节的并不是每个都写 他只写了一个什么呢 投放的 那么 对对对 是投放 没错 是分类投放 那我们知道 Missi法则是每一个要素 都可以向下分解为 一个多层的小金字塔 其实投放 投放它不仅仅是 它就有很多了 它可以分对象 比如说城市的 居民投放 它可以分为农村 居民投放 它可以分为 比如说矿场 矿场居民的投放 什么乡镇的这种 或者是现场的 它可以分 不同的主体投放 它也可以把它投放 分为好几个环节 那么它这里 它首先选择的投放呢 是农户的投放 就是农村居民的投放 它首先对象是定位在了 农户 那么它农户的投放 其实有好多方面 那么如果Missi法则的 它可以再分 比如说它有 它又有什么 我原名做啊 我怎么做的呀 我做到什么程度啊 都可以 那么它又把它细分 到什么哪一点呢 它就只要 你原名做 就是一个意愿 还有它做的行为怎么样 那么它 它为什么做这个呢 你们看一下 我原来做的击处 那么分解之后 它其实就把他忙顿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题目 它其实很能驾驭的 但是它把它分为四个小环节 垃圾的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还有这个运输 以及处理处置 它只选了一个 那么它写成立的它没写 它写的是农村了 那么农村居民有这么多的这一些 这么多的这些点可以写 它把它细分为 它愿不愿意做 老百姓配不配合 其实就是这一点 然而为什么它 它要写这个点 它也给出了理由 农户分类处理的意愿 以及行为 不但关系着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的其他三个环节 也就是说 其实最前提就是你农户放不放好 你农户你不分类放好 你什么搞收集啊 运输啊 你处理组织啊 你后面都 都几乎都是很难 会运下去的 所以它选择这一个呢 它就抓住了一个 一个关销 就一个最根本的 就是你愿意做的 它研究的是 农户分类处理的一个 意愿和行为 而且是 它这个 它这个意愿和行为 是影响到了 生活垃圾全面 这里的成效 那么它给出了理由 它给出了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农户呢 它前面讲了 从生活垃圾的这个 处理有效性的角度来讲 你最主要的源头 就是意愿和行为 那么它从另外一个角度 讲的是农户 它其实它认证的就很 是为了解释 它为什么选这一个 解释它为什么选择 这一个小小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方向 它就其实认证的很清楚 它从两个角度来认证 一个就是认证 这么垃圾 那处理成效好 有成效的关键 就是在于这个意愿和行为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为什么选择农户呢 它也给你想清楚了 这就叫认证大家 因为大家可能 做认证的这个概念呢 还不是太清醒 因为它并不是拍脑袋的 它不是拍脑袋的 哎呦我就想写这个了 我喜欢这个 这个就其实就是 我们讲的很感性化 很逻辑决定 很感性的因素 这是不可以的 那你就算是你的意愿 你想写这个你也得把它给讲清楚你的理由 它就把这个理由给讲清楚了 它的理由就是农户既是经纪人也是社会人 我们现在主要国家的重点就是在城市 对为什么选择农户 那么那么这个农户呢既是经纪人也是社会人 那么将来可能也要做的 那么在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决策的时候呢 因为农户它要考虑什么 就要考虑实时的成本时间的精力 实际上垃圾分类我都觉得挺麻烦的 我自己都是找这一块 我都觉得就是我没有养成习惯 我觉得丢个垃圾啊 让我以前啊 现在我是有那个 有这个 有这些 观点在束缚着 我这个身份在束缚着 那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但是 但是对 但是对于没有这些观点的 他就觉得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他还考虑 我给你分类好了 会有什么效益 所以其实就算研究农户的 既然他自己也有他的这种障碍 那我们要选择农户的将来就是要推行的 所以呢 他就也给出了纵观已有的文献 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文献呢 就是想 也是要了解这些情况 你不了解 你不知道人家做了什么事情 人家写了什么东西 我们要推自己的目的 你要有这些有意有趣的 百理由说道理 你看这些有数据 有资料的 都是在说明这个问题 他其实就是一个 仅仅一个一年段 而且他这还是一个期刊 他并不是硕博论文 硕博论文要写得更多 这些理由和你的原因 那么他只是大队的 大概很简单的提了一下 那么这就是纵观已有的文献 那么近几年来的 农户的环保意愿和行为的研究 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其实他这里没提 但是如果我所想请考虑这个角度也没错 因为农户的人很多 而且农村 我们现在都是垃圾围城 垃圾包围城市 那如果农村没搞好 我们还能 你想想我们吃的那些菜 那些粮食 都是近郊运过来的 那如果都是垃圾堆积的土壤 你说我们再吃到这些能干净吗 那就不可能干净的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地球村 这就是一个因果循环 只不过他这里没有写这么多 因为写这么多 他讲的理由就是 大家也都在研究 而且也都是一个学者们 学者们主要是经济学 和心理学他们喜欢研究什么医院 什么行为 也在研究 环境的他也在研究 那么农年的这种医院行为 主要是受什么影响 就是一个内部因素 就是我认不认识 比如说我认识了 认识并不等于能做到 我们在教学都知道你知道了 并不等于能做得到 因为这个从认识转化为行为 其实很不太高的 转化率不太高的 那么主要是内部因素 比如说你价值观 你就环境的关心 等等的影响 还有外部的情境因素 包括政策 其实我们国家有政策 但是你老百姓不配合 你也没门 还有什么社会资本 就是你社会有没有什么一些 比如说给一些奖励 或者给一些什么鼓励 诸如此类的 这叫社会资本 以及样本的个体 还有家庭因素的影响 好 讲到这儿了 我们就知道了 它这里就是把 从我们讲这第12篇 就是如何分解和精选 一个目标 它已经把它从一个垃圾分 来这么一个大大的一个大范围 它就把它封为什么呢 农户 它也就是农户这块 而且它只研究 它农户它愿不愿意去做 以及它做的怎么样 而且它这里从它纵观了整天 它其实只是研究它的一个现状 它没有研究什么 它只是我想了解一下现状 那么我们再看它后面的互标题 它后面的互标题怎么来呢 这个叫互标题 大家看到论文 如果你觉得你论文主标题很长的话 建议你用副标题把它给 这样写个标题 这样论文就不至于一个标题 过于长 我们一般来说论文不超过20个字吧 标题 主标题吧 那么你要是觉得很长的话 最好就用一个副标题 那么它现在已经把一个大级分类 把它分成了 做了这么一个 做了这么一个了 它为什么它这个副标题是怎么来 得出这个目标呢 就涉及到我们第13篇 就是我们的 它前面如果留心的 法师们就会知道 前面是用几个话 是为了分解目标 注意了 第13篇是用什么来分解目标 它是用纹线资料 记住了 这就纹线 纹线资料 那么正好啊 这些人他比较全 那我就继续往下讲 那么他的副标题是怎么来的 他就是这样 他通过文献啊 他去发现啊 他去找 前面他讲了嘛 有人都在研究 但是呢 他做了什么研究呢 比如说 他康嘉宁这个学者 他就是对浙江省 五地市的农民 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差别 进行了研究 这是一个学者 另外就叫 郭立金的这么一个学者 他对的是什么呢 这都是有钱的地方 反正我还没 我这样就没找到 都是有钱的地方 一个都是 不探钱啊 反正搞这些 他们搞环境的 都是很花钱的 至少大家感觉都很花钱 但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是江苏 我们说 这都是与你之想 这两个地方 郭立金呢 是对江苏省的 这几个苏北苏中 和苏南 他也没有完全研究 他只是三个地 这几个地方 苏北苏南苏中的 这几个地方 六个县市的 他写得很清楚 是102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大家看 觉得写文章都很 都很 都很 都很谨慎的 很规范的 他写得很清楚啊 那么分析了是农户 无害化处理的 动力机制 那么因为他这个篇幅 有限 他只写了 努力的两个学者 这两个学者应该是 比较代表性的学者 以及我们要找资料 记住要找有代表性的 你找个 没有代表性的 无名无姓 别不认可的 到时候别人会连同你 讲一下论文都有 都要去 并非要去怀疑 那么他最后呢 他就 我们说从别人的文献呢 就要去 研究别人的什么呢 研究别人的关键因素 比如说研究人员 他这里就分了两个人员 以及他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看物 估计看物也是比较好的 其他 还有呢 就对他进行研究 他就发现了 目前农固 生活 分类意愿和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什么呢 集中在意愿与行为的差别 各体特征等方面 他就发现别人做的 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 那么他对试点和非试点的 差异化对比 以及 这个影响因素 这个什么 影响因素就是 农民啊 农固的垃圾分类的一个 意愿和行为的一个影响因素 他发现 这个学者已经做了 这个研究了 他们取得了这个成果了 这是他们 在哪些方面进去呢 那么他发现他们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 我们国家搞什么 我们国家 这个地缘辽阔 我们一般都是搞试点 尤其像这种 你一下子全部推行 老百姓不但不接受 甚至还会引起 很大的这种社会的 甚至会产生动荡 那么他就要找试点 那么现在都发现 人家没做试点 和非试点的这种差异 就是他们最近有什么 差异的这种比较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这种影响因素的 找这种影响因素嘛 他这种研究算少 而且相关的实证性的研究 比较少 没有这种实证的研究 所以呢 他这个题目就 他就非常清楚地定出 他的一个目标了 他结合了他 这个垃圾分类的 他自己的一个 把这个垃圾细化 分为他研究了农户的 垃圾分类的医院和行为 然后另外呢 他又发现别人研究 比较少 所以就结合了这两些 一个就是 结构化的 所谓的反则去分目标 一个就是通过文献来分目标 那么这个通过文献来分目标呢 他发现文献里边 人家有研究不足的 所以大家要写 如果你真要写的话呢 我认为 这样才是我们一个 写了我们的基本的规范 以刘教授教的也就是这样 他教的这两点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然后他结合这两点 他就提出他的自己的目标 也就是本文 根据各级组 在18年3到6月 陕西农村 四点与非四点地区的 农户调查数据 他这里其实还有一个 隐含的一个理由 就是 就是在刘教授这里没有讲的 就是他自己 已经有前期的工作基础了 这为什么研究的是陕西农村 他为什么不研究广西农村 他为什么不研究其他地方的农村 因为他自己在这里有工作基础了 有工作基础呢 他就研究 研究的是什么 试点和非试点的农户 他们的这种 垃圾分类的医院的行为 做什么呢 做前面学生没做到的 差异化的比较研究 然后呢 他想探究他的影响因素 那么如果再细化到 我们今天没有学的这一个 就是到他 把他的目标给描述出来 达到什么目的 那我今天呢 就稍微再用了一点时间 我怕大家不是这个专业的 大家可能理解这些 有点困难 我就做了一些专业背景的 稍微做了一些解释 大家跟我一起结专业 那么我不知道 你们讲清楚 如果没有讲清楚 后面还有几天 我还可以再跟大家 将来有机会吧 有机会的时候呢 我再跟大家 再巩固一下吧 我想大家 从这个有例子了之后呢 因为我们大家又怕 看合法论文被薰染 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我就哪些事件呢 这种专业论文呢 大家应该不会有担心 那么我们懂他怎么写法 当然你要把它结合到 我们佛法来学的话 也要有一个 熟悉到转化的过程 不过我想大家有概念了 慢慢的 你就好写多了 我就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 要是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问 要没有我就放卖了 是不是 讲了一些大家 可能不太理解的专业 会有点困难呢 如果有困难 这样我还是 还是 还早 其他片来 再讲一讲 那我先放卖了 谢谢大家 叫个主持人 是 感恩卡贝多老师 你这么用心地找这个例子 你讲得非常好 非常感恩你 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珍惜的 剧组所长 卡贝多老师 还有方老师 有写论我的善跟功德能力 精通 真正的透大 感恩您这么用心 受益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了 感恩 所长 还有感恩各位老师的陪伴 控送所长 控送大家 阿弥陀佛